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對上一條影片, 我們就分享了我們一家三口 在英國面對過的一些事情, 困難 很高興, 收到很多網友 很多朋友素未謀面的, 都會留一些言 一些打氣的說話, 甚至有一些很實質幫到手的方法 給我們, 給一些建議我們 亦都有些祝福的, 多謝大家 當然, 同一時間我們都會收到不少冷水 照頭淋下來, 有自然不在就拿苦離身 又或者是否真的自討苦吃等等 一些更難聽的說話, 打擊你的士氣 亦都證明了, 我相信在YouTube這個平台 的確是很大同的, 和很自由的 所以, 任何聲音我們都會聽到 歡迎大家, 因為你們留的所有言 對我們來說是鼓舞的, 是勉勵的 我們亦都很希望可以藉著這個平台 分享我們一家三口 所謂移英大力點的整個過程 我們的體驗 除了希望可以做到一個互例互面 互助的感覺之外 亦都希望對我們個人來說是一個紀錄 一個好的分享 希望這條影片得到大家多一點的支持 和一些祝福打擊的說話多於冷水 說到移英大力險 當然我覺得對我和我們一家人來說 都是沒有對話錯的, OK? 我覺得是忠勝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是一個歷險 一個大家都從來未嘗試過 這個體驗很有得著 對於我們未來來說 是一個對成長有幫助的 所以絕對沒有對話錯 甚至乎我們未去到最後一刻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現在經歷的所有事情 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好事 還是不好事 不知道大家認同, OK? 今天我們想分享這件事 究竟有沒有對話錯 是否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呢? 是否呢? 都37.2% 都有微消 見到師弟見不到T 先看看 我看到很淺很淺很淺的T 是呀,還有很淺很淺很淺的T 是嗎? 中了COVID-19 大家最想聽吧 在英國中了COVID-19 聽上去一定是壞事 怎會是一件好事呢? 其實在我們香港未來之前 我們一直都很小心 所以我們身邊很多人 很多我們熟悉的朋友 或者是同事、親戚 都紛紛開始中了的時候 我們都很觸碎 是沒事的 是避過了的 結果來到英國之後 兩個月多些 就輪到我們中COVID-19 有些朋友 有些冷水可能會說 真的,你還不是自討苦吃 來到這裡 因為一個這麼自由的國家 不用戴口罩 當然是很容易會中 是嗎? 是否真的遇到呢? 我覺得是遲早的事 但真的想不到這麼快 兩個月多些便會中 接下來這個過程 就是有些追蹤上一段影片 因為上一段影片 我提及到 因為我 有肚骨 連帶徐 我女兒 都之後有肚骨 甚至乎時間是很長 是長過一個星期 有九天這麼長的時間 結果因為擔心 始終小朋友肚骨 很辛苦 所以帶他去看醫生 我們分別看了兩個不同的醫生 都有跟小朋友做一個 都算是可以詳細的一個檢測 這包括是甚麼呢? 就是包括測量、血壓力、心跳等等 一切的數據都說是正常的 兩個醫生都會這樣說 去醫院之前 其實我們也有擔心過 關不關COVID-19事 所以我們有檢測過 做自我檢測便沒事 怎料去完醫院之後 回到家後 第二天更加嚴重 於是再做檢測的時候 就發現了 就是正常了 究竟是否看醫生的過程中呢? 還是其實肚骨的這幾星期 其實已經中了呢? 如果是的話 在英國的醫療 是否真的這麼不濟呢? 即是如果中了的話 為何兩個醫生都看不到 即是檢測不到這件事 只是說所有數據正常的呢? 這樣其實能否生氣呢? 其實又可能不能生氣 因為畢竟他在醫院裡 跟他檢測的都是這些 即是血壓力、心跳 這些基本數字 又沒有真的跟他做 這個叫做COVID-19的檢測 對吧? 所以他沒有做這個測試 不知道又好像合成合理 所以Anyway 究竟這一刻 我們這一次中了COVID-19 究竟是何時中的呢? 是否真的肚骨中 還是去醫院的時候中呢? 我們都是不得而知的 總之就是中了 然後就是相當之艱辛的時刻來臨了 因為在英國這裡中了COVID-19 首先呢? 我們知道他的指引很簡單 就是說呢? 當你確認你是正確的 就要留在家裡 不要外出 甚至乎都不要去醫院去買藥 嘗試不要去 當然了 覺得你一定有人支援你 幫你去買藥 對吧? 那怎樣做呢? 最主要就是留在家裡 就要你去休息 好好休息 休養 到你康復之後才去回你的正常生活 最好的就是三天至十天內 都不要去接觸其他人 因為盡可能他們不想你 就散發了這個病毒出去 對吧? 如果你真的還有這個病毒量的話 就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藥可以幫你 你可能當是中了感冒去醫治自己 OK? 本身就想吃這個蓮花清溫素 因為人人都說是好東西 一定是幫到手 記住一定要吃蓮花清溫素 但是我們試了吃 可能真的不適合我們 因為它可能是很涼的關係 變成我們吃了之後 依然是很辛苦 很痛苦 也不覺得有什麼好轉 甚至乎是肌肉很疼痛 又咳嗽 呼吸很困難 晚上睡得不好 很多這些問題 結果最後終極幫到我們 原來真的是Panador 這個真的沒有說錯 原來我們真的要相信Panador Panador在COVID-19這個期間 真的能幫到手 因為吃了之後 真的大大舒緩了病症 症狀 令到肌肉沒有那麼痛 以及人人是舒服了 所以想不到Panador幫到手 這個是極力推介 真的好像感冒一樣 靠Panador幫你 渡過這個難關 這個辛苦的期間 當你身體慢慢恢復 那時候就好好休息了 當然了 之後都應該吃些蓮花清溫素 可以幫你清清 雖然是涼 但之後幫你清清些熱 可能都是好事 可能都是 還有些人說蓮花清溫素 可以幫你減低這個 叫做長生觀的問題 除了我們外奸不能外奸 我們一家三口困在一個孤島裡 最大問題當然就是 真的煮到飯的 我太太也病得很嚴重 變成了對於煮三餐 是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很幸運 因為我有家人在英國 就幫到手 就幫我每天 就帶這個救濟飯來 才祭我們 結果我們 確診了頭三天的期間 三餐來說 都叫做頭三天都支援到我們 之後第四天開始 狀態好一點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自己 在家裡搞定 幸運一點 在這個孤島裡還有食物 可以維持 否則的話 其實真的煮不到飯 真的很難搞 甚至在屋內 都不需要劃分 哪一區是隔離你隔離這間房 他隔離那間房 要不需要呢 當然不需要 因為我們三個都中了 不過很幸運的是 小朋友給我們快復原 我們發覺在這次患病期間 因為很快 在頭一兩天之後 我發覺到我女兒已經狀態不錯 都頗精神 少了很多病症 當然還有咳 但起碼她的精神狀態比我們好 我們兩個就比較差 學校方面又如何呢 我就打電話去 然後問我女兒的學校 究竟我們現在中了COVID-19 上學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什麼指引呢 學校的回應竟然是說 當然啦 如果你的小朋友還有發燒 當然是建議你不要上學了 留在家裡休息 好了 當你發覺你已經退了燒的時候 而小朋友又沒有什麼不舒服的話 就隨時歡迎你回來 我就問她 有沒有什麼日數 特別限制了你 例如 at least 5 天你不要回來 沒有的 總之你退了燒 沒有不舒服的話 你第二天都可以隨時歡迎回來 沒有什麼特別的指引 就不是太擔心 總之你還有發燒 那就留幾休息吧 退了燒 沒事了 就歡迎你歸隊 都是很輕鬆的 這次在英國人在他鄉 患了COVID-19 心情特別是低落的 而且說到低落 我想有些朋友可能又準備了冷水淋下來 又是說 你真的自討苦吃 有這些說話 已經聽不少了 不過我希望聽到祝福是多於這些說話 當然這也是體驗來的 我們體驗到的就是在這裡患到這個病 當然大部份時間都是自救的 就是自己救自己 最主要的就是要很多時間在家裡休息 有幾天是很辛苦的 而且是喉嚨 肌肉疼痛 這些情況就等於你平時香港以前 我們患重病患感冒都是這樣的 唯有捱過去 希望身體慢慢恢復 復原之後 會能夠比之前更加強壯更加健康 是不是 好了今天這條影片 分享到這裡 希望各位朋友 亦都可以在這個叫冬季來臨之前 大家都好好保護自己身體 能夠自己更加強壯 能夠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去迎接冬季來臨 好嗎 還有在英國 繼續好好地生活下去 希望在下一條影片 可以再見到大家 多謝大家歡迎你們留言 說一說你們有甚麼評論 有沒有同類型的感受 可以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會like 希望會subscribe這個頻道 去支持一下 甚至是forward 對不對 有冷水的朋友 希望盡可能收回你的冷水 不要淋下來 OK,拜拜